狂飙这部剧走红的同时 剧中饰演高启强的演员张颂文终于火了 转眼该剧已经大结局 好多观众纷纷喊话 让张颂文接着演一百期 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 是一个从人人都可以欺负的麦鱼老阿强 一步一步的成为金海市最大的黑社会头目 和其他影视剧的黑社会反派有所不同 在狂飙中不仅演出了高启强的狠辣手段 以及隐藏在黑社会背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也展现一个平凡人步入歧途的过程 张颂文细致入微的表演赋予高启强灵魂 可能和张颂文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 他在当导游的那段时间中和各式各样的人接触 于是张颂文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演戏之后这项技能让他能够很好的展现人物个性 在狂飙的前期 高启强还是处于社会最底层 人人都可以踩上一九个小人物 靠卖鱼养活自己和弟弟妹妹 为了让观众更有代入感 也为了让角色更加真实 张颂文设计了很多细节 看他在市场杀鱼卖鱼利落的动作 手起刀落就将鱼收拾好 之后自然地将手放进鱼缸里面去涮洗 和自家楼下卖鱼的老板一模一样 这些小动作都是他观察真实鱼滩老板设计出来的 我只是喜欢去看他做过什么事情 根据他做的事情来去演他 同样在苍蝇馆中 看他吃饭的细节就能让观众感受他身份的变化 前期高启强是一个每天为生气发愁的事情小明 他这个时候吃饭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 吃完直接用手去磨嘴 当高启强有了一定地位 再来到苍蝇馆内 一眼就能看到他肢体语言表现出来的嫌弃 吃饭的时候用餐巾纸仔细地擦拭筷子 吃完之后用纸巾擦嘴 看着就像体面人 对于故事情节 张宋文也有自己的理解 在杀害徐雷的那场戏中 导演设计原剧本中 张宋文开的车是大卡车 可张宋文却觉得 哪有人杀人开大卡车 最终改成开面包车杀人 一位优秀的演员 即使不说话 只通过眼神就能让观众感受到他的情绪和性格 狂标中高启强未发起之前看人的眼神 都是软弱无力 唯唯缩缩 看着就是被人欺负的小杨高 虽然总有人来找麻烦 但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 这时候的眼神明亮有光 刚有一些势力 尝到权力带来的甜头后 也心和欲望充值他的内心 这时候他还不懂掩盖锋芒 所以他的眼神凶狠无赖 成为金海士的黑社会头目 明面上也有社会地位后 高启强开始伪装自己 这时候他的眼神永远波澜不轻 麻木空洞地看向一切 三个眼神的变化 完美地表现高启强的堕落过程 无处不在的细节 让观众清晰感受到 高启强的人物逻辑 更难能可贵的是 张颂文的表演很自然 一点也没有为了表演而表演 张颂文的精彩演绎 也成为狂标爆火的主要原因 而张颂文也值得网友们的喜爱 大叔 你穿这么多不热吗 不会啊 拜拜 大叔